Hello, 大家好, 我是以後部部長Wendy 親愛的小朋友, 想一想 當你遇到緊急危險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第一個想到誰呢? 但是如果剛好那個人又不在你身邊 誰又會幫助你呢?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個聖經故事 一開始都是這麼緊急、這麼危險 我們一起看看發生什麼事 看看誰會來幫忙 在以前的時代 阿蘭國和以色列人之間常常有打仗 但是最奇怪的就是 每當阿蘭王和大臣根據 情報設立不同的陷阱的時候 希望可以攻打到以色列 但是每次以色列人都安全度過 避開所有埋伏的地方 真是有點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不是有人通風報信呢? 哦,原來是以利沙 她去提醒以色列人 你們要小心點, 不要經過這裏 你們要留意, 小心防備阿蘭王的軍隊 為什麼以利沙要這樣做呢? 因為以色列人是神所喜愛的選民 而且以利沙先知的身份 又是神所挑選 所以以利沙也照著神的意思 去保護以色列人 所以經常令阿蘭王的軍隊無功而返 一點收穫都沒有 所以令到阿蘭王真是很生氣 一生氣之下 阿蘭王就派軍隊去捉拿以利沙 而且軍隊夜間去到 包圍以利沙所在的多灘城 小朋友, 你們想想 如果阿蘭王去捉拿以利沙之後 還會不會有人跟以色列王通風報信呢? 嗯, 當然就沒有了 第二天的早上 當以利沙的僕人打開房門的時候 走到屋外 看到被大批軍隊在城外包圍 如果大家被很兇惡 又不友善的人包圍的時候 你覺得怎樣呢? 真是會有點害怕的 所以以利沙的僕人 當時嚇到大叫 主人啊, 糟了, 糟了 我們被一大班的士兵包圍 怎算好啊? 以利沙當然沒有跟著僕人 一樣很驚訝 反而表現得很鎮定地向神討告 主啊, 求你開她的眼睛 讓這個年輕人可以看見 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呢? 當以利沙這樣祈禱之後 她的僕人眼睛突然間一亮 她看到城外面的山頭 竟然有神派來佈滿了火車、火馬 去圍繞她們的敵人 當阿蘭王軍隊衝向以利沙的時候 以利沙竟然沒有走 她也沒有拿武器去抵擋 她在做什麼呢? 原來她只是向神祈禱 好, 求神是這些人的眼目昏迷 你們看看 以利沙不是求神去消滅他們 只是求神讓他們的眼目昏迷 看得不清楚 然後就將他們帶入到薩瑪利亞城裡 亦是以色列人的城裡 以色列人竟然不用一兵一桌 阿蘭軍隊就成為他們的俘虜了 不僅如此 當以色列王想要殺害他們的時候 以利沙不但阻止 而且她還跟以色列王說 不如給點食物和水他們 讓他們吃飽、飲夠 就放他們走 阿蘭士兵回到他們之後 將以色列王恩待他們的事情傳開 有好一段的日子 阿蘭王都沒有再攻打以色列了 小朋友, 想想整個過程 是不是靠以利沙自己一個人的能力就做得到呢? 當然不是 你知道靠誰呢? 對呀, 就是靠神 就好像金句所說 不是我們憑自己能夠承擔什麼事 我們所承擔的 其實都是出於神 是神 因為以利沙知道 一開始她是遵守神的旨意 去幫助以色列王 不是憑自己的意思去面對 而且要依靠神 所以以利沙的討告 將自己和仆人都交託給神 讓自己的內心滿有平靜安穩 雖然面臨危急的環境 但是她仍然依靠神 讓神來動功 果然, 神就使她的敵人眼目昏迷 讓以色列人得成 值得我們學習的是 以利沙沒有因為得以忘形 她一直都記得不是依靠自己 是依靠神 所以怎樣處置那些阿蘭士兵 她亦都沒有憑自己的意思 以利沙只是叫以色列王 讓這些阿蘭士兵 可以吃喝之後 就放他們回去 以至最後帶出來 有一個美好的結局 今天親子的討論問題一 以利沙的仆人 一開始怎樣這麼慌張呢? 之後又為什麼能夠安穩呢? 問題二 以利沙告訴以色列王 要怎樣去對待阿蘭士兵呢? 為什麼她會這樣做呢? 問題三 以利沙看見軍隊包圍多灘城的時候 沒有逃走 而是討告 給我們有什麼提醒或者學習呢? 讓我們一起念讀 哥林多後書三章五節 並不是我們憑自己能承擔什麼事 我們所能承擔的 乃是出於神 讓神的說話常常提醒我們 在生活中大小的事情 都學習去依靠神 我們一起同心討告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你讓小孩子從小就認識你 你是我們最信任的好朋友 我們可以隨時隨地向你討告 將生活中遇到所有的困難都交給你 求你的大能大力去幫助我們學習一無掛慮 凡事交託給你 專心依靠你 使我們的內心 充滿著 從神而來的喜樂和平安 求主誰聽我們的討告 奉我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 阿門 掰掰